大家好 我是小燕姐姐 你們可以看一下現場 滿坑滿谷的人 因為今天是你上最新發表上市的 英倫小修旅JUKE的記者會 JUKE這一次總共有三個車型 分別是英倫版 嫁去版以及嫁去享樂版 售價分別是86萬9、94萬9以及98萬9 大家應該有發現 比上一代 上一代頂規要到121萬 所以它真的是降價了二十幾萬 而且這次新增了非常多的配備 那現在姐姐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因為現在引擎蓋剛好是打開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次三個車型 都是單一動力規格 都是搭載1.0升的三缸渦輪增壓引擎 以及7速的DCT雙離合器自首排的變速箱 可輸出最大馬力是116.9P 最大扭力是20.4公斤米 那我想啊 如果之前有注意過Juke的人 就會知道說 上一代的Juke 1.6升 大概也是117P左右 也就是說它雖然down sizing變成1.0了 但是它的馬力跟上一代幾乎是一樣大的 那扭力又向上提升到20.4公斤米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的稅金變得更省了 一年只要8千多塊 然後油耗每公升可以跑到17.6公里 所以我覺得它這樣子的一個動力配置啊 對於台灣的消費者來說 其實是經濟性更高的 然後我再告訴你們一件事 因為前幾天呢已經剛好有個機會 搶先試駕到Juke這個車 我想啊 很多人就會擔心說 那這樣子110幾P它會不會超車沒有力 或是說爬坡爬不動之類 我告訴你們那一天我們滿載五個人 然後去爬很陡的這個山路 基本上真的都是沒有問題 因為那個髮夾彎 你還要降到很低速再重新踩油門 你會覺得其實它開起來還是滿輕鬆 渡輪增壓的這個扭力啊 再加上它7速DCT這種很綿密的換檔啊 銜接的感覺 所以其實你就算再重的話 其實也是都沒有問題 這個大家可以放心 好 那現在把引擎蓋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上一代的Juke啊 它在2010年發表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它實在太前衛了 甚至有的人會覺得它有點奇怪 可是你看經過了10年 現在超多車廠都學它做分離式頭燈 有沒有 這一代的造型啊 你可以看到它保留了初代的一些原創的設計元素 比如說還是有分離式的頭燈 可是上面變成刀鋒式的這個日行燈 那底下你平常看起來是一個圓形的頭燈 這個跟上一代的感覺很像 但事實上當它亮起來的時候 或者是你近看 像現在近看的時候你就會知道說 它裡面其實是一個Y字形的造型 所以它看起來還是相當有特色相當有個性 再加上這一次的VMotion的水箱護照 有沒有發現它這邊的折線變得更突出 所以我覺得整個車頭就是有你上最新的這個家族設計 而且呢看起來又非常有它自己的風格 今天在現場啊都是最頂規的架具享樂版 架具享樂版其中一個就是這裡 19寸的雙色切銷式的鋁圈 那你看喔它上一代就是走這種很大輪拱的一個設計 所以它塞19寸的鋁圈我覺得真的很剛好 不過我那天試駕也發現 如果今天你是真的比較想要開起來輕快一點的話 那另外兩個版本是配16寸跟17寸的圈胎喔 那個開起來應該在輕快的感受上就會更明顯一些 好那這一次Juke呢它是採用全新的CMFB的底盤平台 那當然全車的鋼性變得更好以外 像A柱的部分最多是採用到高達1500MP的高鋼性鋼材 而且啊不管是在Euro NCAP或者是澳洲的撞擊測試裡面 都是拿到五星的標準 所以在車體安全的部分大家可以放心 那至於在車身尺碼的部分 姊姊現在也提供一下數字給你們參考一下 4210、1800跟1593mm差不多是這樣 那它的軸距呢是2636mm 它不但比上一代變得更大 而且它幾乎跟Kicks差不多大 除了車長比它小一點以外 其他的部分它車框還比Kicks寬 那車高跟Kicks也差不多 現在我們坐到後座看一下 我今天又偷穿高跟鞋了 那以我的腿部來講 現在前座的椅子是跟B柱切齊 有沒有看到 腿部空間非常大 我們來看一下頭部 至少也都還有一個多拳頭 那一天呢 我們後面是坐了三個大男生 所以當然他們感覺就是會覺得 大家都是靠的比較近一點 可是如果以我們平常 假設你今天都是四人出去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其實在橫向也是很舒服 然後大家也可以順便看一下 像這個就是頂規會有這種類幾皮的內裝 很漂亮 然後你看後面 看一下後面這椅子 這個是它這一次最新的一體式的 monoform的座椅 那什麼叫一體式 就是你有沒有發現它頭枕這裡 跟這邊是連在一起的 然後它這裡還用這種鋼琴鏡面烤漆的飾板 來做點綴 所以不管是造型質感安全性的部分 都表現得蠻出色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 後座這裡呢 有一個充電孔 不過後座沒有冷氣出風口 這邊是有一個鋼琴鏡面烤漆的裝飾 那底下這裡呢 有一個小小的置物空間 兩邊都有地圖帶 好 然後外型上這一次還有個特點 這邊有沒有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的隱藏式的門把以外 還有這一種懸浮式車頂的一個設計 其實基本上這一次會提供很多的配色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相當注重自我風格 然後希望你的車子看起來很酷炫的話 這一次JUKE應該可以滿足你 好 我們來看一下行李箱空間 好 比上一代真的大很多 你可以看到422公升 我記得KEX的話也差不多不到430 所以像這樣子來講的話 我覺得放4個人的行李應該也是都滿夠用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尾燈的部分 這一次在這邊摺線 還有尾燈的這個造型也都做得很立體 而且說真的我覺得它公佈這個價錢以後 你想喔如果是KEX的頂規 差不多定價是79萬9 那你現在如果像它的英倫版來講的話 是86萬9 等於說你加不到10萬塊 你就可以買英國鏡頭 然後外型又更有特色的這個跨界小修旅 好 我覺得是真的還蠻值得 那待會我帶大家來看一下內裝 姐姐大概已經排了七七四十九天 終於輪到我了 沒有啦 沒有那麼久 不過真的很多人大家都來看這台車 我跟你們講我覺得喔 這台車的內裝真的超級有設計感 怎麼說 你們仔細看喔 你知道它全車這邊有幾個圓形嗎 我光剛剛隨便數 至少就有17個圓形 在哪裡 你看 圓形的出風口就5個 然後這邊兩個圓形旋鈕 這邊兩個空調的旋鈕 然後這裡呢 好啦這個也偷算一個 這個是引擎啟動件一個 然後圓形的排檔有沒有 還有哪邊 你看這裡有BOSS的高音喇叭 然後這邊 BOSS的低音喇叭 所以加一加真的有十幾個 還有一個在這裡 就是方向盤中間 那它為什麼要用圓形 你看之前像Mini也是都用圓形 其實圓形就會給人家一種特別年輕 然後很活潑的一個感覺 比較不會像說直直的 或是看起來就是很自視這樣子 好那再來帶大家看一下 它這次有什麼重要的配備 當然了因為這一台是最頂規的 那它就有7吋的數位儀表 那這邊有8吋的觸控螢幕 當然了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都有以外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呢有三種駕駛模式 你往上調就是標準跟運動 往下的話就是Echo節能模式 那一天呢標準跟運動我都有試過 其實如果你是兩個人出遊的話 即便是在山路上你也會覺得還蠻輕鬆的 好再來呢就是我很喜歡它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一次它的頂規 用這種類脊皮Akandara的設計 然後你看這個椅子也是 椅子這邊中間還做了一點點菱格紋的設計 然後再加上搭配這種皮革 雖然說它的腿部的包覆性沒有到很明顯 但對於一些身材比較有肉的 或是說身材比較壯的 車主來說是好的 因為你這邊就不會覺得很卡 但是它的這個背部支撐性其實是很好的 所以那一天開山路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人的狀態是可以很放鬆 因為你的身體有得到很好的一個支撐性 好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方向盤這邊有什麼功能 除了後面有換檔撥片 而且剛剛有說過這一次是七速的雙禮合器 所以它的換檔速度其實還蠻快的 不過它換檔的時候啊比較不像那種就是偏性能取向那種 你換檔的時候會有砰砰的那種銜接很大力的感覺 其實它換檔的時候是蠻柔和的 所以基本上它用這個變速箱就是它又能夠兼顧 換檔的一個順暢性 然後能夠減少動能的耗損以及省油 最主要是這幾個功效 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在方向盤的右邊 這裡是最重要的主安的部分 這一次全車有33樣的主被動安全配備 包括像是前方碰撞的警示系統 然後像IEB前方煞車輔助系統 PIEB以及韓行人偵測 這些都有車道偏移警示 車道偏移輔助盲點360環警 後方來車交通警示這些都有 不過ACC沒有 那為什麼我們詢問過原廠 原廠是說在亞洲的部分 包括澳洲啦亞洲發表的JUKE 因為可能各地法規的關係 所以它目前的話是還沒有辦法搭載 不過除了ACC以外呢 其他大部分現在大家最想要的幾乎都有了 還有一個重點就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頭診室的音響 那一天我有事喔 我覺得它放音樂的時候 那天我是用艾樂電台試的 然後它聽起來的聲音啊 真的有一種環繞音響的感覺 很不錯 你們如果去展間試車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聽聽看 還有個地方也很不錯 就是它這邊中間排檔這裡有一圈 氣氛燈以及門邊 而且你看 隨便看一下又看到兩個圓形 杯架 杯架也算 它圓形真的有夠多的耶 喔還有儀表這邊也兩個 呵呵呵呵 對啊 好啦我現在有點強迫症 還想要繼續找 不要再找了 好最後跟大家講一下 今年的配額是300台 但是呢原廠剛剛有說 現在接單已經快200台了 而且大部分都是定定規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對這台車有興趣 你趕快去展間看車 不然就要等到明年才生產 你再拿到車 就要等很久了 而且現在上市的優惠超好的 如果你訂英輪版 只要加4萬元 你就可以升級到中間的架去版 如果你是訂中規的這個架去版 是直接幫你升級 變成頂規的架去享樂版 也就是頂規什麼配備都有的 今天現場看到的這一台 它只要94萬9元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超值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趕快去看車吧 我是小安姐姐 我們下次見 掰掰